物件的第一个重要概念叫做封装 封装的意义就是把函数就是程式和资料装到物件里面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刚刚看了人名的例子 那个例子其实是太简单的一个例子 不是很必要用物件导向 这个例子就比较能够显出它的特色 我宣告一个矩形 Rectangle 矩形 矩形通常有什么 宽度和高度 一个矩形我要能够计算它的面积 所以我这边宣告一个Double Area Area就是面积 Return width 乘height 因为矩形的面积 就是宽乘高 OK 那接下来我宣告一个组程式 这个组程式就建立了一个矩形 然后把宽设乘5.0 高设乘8.0 就这样 接下来我呼叫它的面积函数 印出它的面积是多少 那这时候呢 你会看到这整个程式只印出了一行 R点Area等于40 就这样 R点Area等于40 那待会请各位去测试这个案例 那而且一步一步的追踪 看看它是怎么执行的 那我先测试一次给各位看 好我们建置一下OK 然后按F11 开始执行 那继续F11 你会看到这时候呢 R还没有建构出来 所以R是什么 R的内容是Nure Nure的意思就是没有东西 它其实是空的 接下来呢 我建构了一个R之后 R的内容就不再是Nure 它变成Rectangle 它这里有一个加 可以展开 你会看到它里面的宽和高 width和height都是0 OK 那我接下来呢 再按F11 这时候呢 因为R点Wis等于5 所以呢 这时候Wis就设成5了 再按F11 R点Height等于8 所以Height本来从0变成8了 接下来呢 我再按F11 这会呼叫R点Area R点Area F11进去 你可以看到它进到Area 这个函数里面 这里有一个黄色的 再进去 你会看到 它会return width乘height 那width是什么 5 因为刚刚我们设 R点width等于5 height是什么 height是8 所以5乘以8呢 应该是40 传回来 再按F11 这时候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说 刚刚做的其实只是这个函数的呼叫 呼叫完 接下来才是真正呼叫 line line这个函数 line line这个函数 才会印出R点Area 等于40这件事情 所以当我再按F11 程式结束了 你会看到 它印出R点Area等于40 所以现在请各位 一样把这个程式放进去 请你一步一步追踪它 确定你真的了解 它是怎么执行的 好